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在做double这一块的一个开发 那我今天的一个演讲主要是会关于 其实前面几个讲师都提到了 像包括tracing 像native image 像triple协议 那我这一块这一 part会带来 比如说更多的一些实验实践方向上的一个介绍 那也是结合我们整个cobernet体系下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实践 那我今天会从这几个方面开始讲 首先的话会开始说我们怎么去基于一个double starter的一个项目 去开始创建一个全新的应用 然后去一步一步去进行一个开发 然后当我们开发完之后需要去考虑到 怎么把我的一个应用部署到kbass环境上 那我需要先触时化环境 然后再去把它部署上去 最后还会有对应的一个可观测的实践 以及微服务管理的一些实践 那首先的话先介绍一下后面会用到的一个demo应用 这是从Eastro那边抄的 借鉴的一个demo 这个demo会包括了四个组件 首先的话是product page 然后reviews, ratings, details 它其实就是一个全链路的一个串联 是实现我们整体的一个微服务的一个架构 那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它的一个功能其实就是为了实现我们简单的一个调用 那怎么去初始化这样一个项目呢 这里就先介绍一个我们的一个start的一个功能 那在对于很多大家开发来说 就是我如何在Java体系下去创建出一个新的应用 那要不就使用IDA的一个创建新项目嘛 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空项目 或者是用Maven的Architect去创建 或者是说基于Spring的一个initializer 那这里其实给大家介绍一个 就是我们基于Spring的initializer 去建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初始化项目的一个工程 那这个网站前面这个网站其实前面有提到 我看能不能往前 对这个网址大家可以直接打开之后 就会有后面这样的一个页面可以直接访问 然后你只需要输入对应的一个group 然后下面的话可以去选中你希望用到的一些组件 比如说像narcos像zukiper甚至说像普罗密欧斯的一些组件都可以直接在这里直接选中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选了一个triple 然后这里选了普罗密欧斯 然后下面直接generate 它会提供你给你一个包下载或者是get clone的一个命令 那你下载完之后呢会直接给到你一个zip包 那这个zip包就解压出来 就可以直接去建成一个新的工程 就你不需要去建很多新文件 然后一个一个point的依赖 这些都帮你做好了 那除了这个网页之外呢 其实我们最新的在ida里面 其实idintelligentj官方也提供了我们double的一个插件 那这个插件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安装 或者是你的仓库里面 如果我已经用到了double的一些配置的话 它也会提示你可以直接安装 那转完之后在右边这里 它就会有对应的一个初始化的一个项目 那同样的也有一个示例 就是这个示例的话 在这里去建一个double的一个项目 然后同样的你可以在这里选中 你对应所需要的一些组件信息 然后这里像triple协议前面的nachos 然后普罗明周斯 然后直接create之后呢 它就会帮你在本地直接建出一个全新的一个项目 像这里像整个pom的结构啊 像一些start的application 其实这里都会提供到 你可以在这个模板上直接就进行一个开发了 那建完整个项目之后 下一步其实就是怎么去开发嘛 那开发这里怎么去实现业务代码 这就不再展开了 这里主要是去讲一下我们应用之间它的一个协议的一个选行 那刚才其实这页pt跟前面的一个去口协议的pt是类似的 相当于说我们会用到我们最新的一个去口的一个协议 然后我们整体是支持兼容在grpc 直接是gdp1和2的 那这里有主要给大家展示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基于curl去访问的一个能力 那像postman啊 像hp这种其实都是ok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项目 这是刚才建完的一个项目 然后我这里把我的应用启动起来 然后我可以配一些注册中心的地址 然后看这里直接把它启动起来 那这就是一个标准的sprint的一个启动的一个流程 然后这里定义了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呢返回了一个hello的一个内容信息 那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curl的一个简单的命令 我就直接返回我的一个helloworld的一个结果了 对 那这是一个重放 其实就是直接启动起来 然后直接可以访问 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本身的一个测试 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就是说本地启动之后 我就可以直接测试我的一个接口 然后整体开发完之后啊 就是关于kubernetes 就相当于说前面我们假设 我们把我四个应用的代码全部开发完了 那我下一步我是希望帮他把部署到kubernetes环境上的 那部署之前其实有一步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需要促使挖环境 像这里提到的像Narcos ZK 像Skywalking Zipkin啊 或者Promio四这种组件 其实我们都需要一个一个安装上去 因为他都是我们应用前置依赖的各种组件 那这些组件 他其实安装起来 你像每一个都很复杂的 就是我要拉一个deployment 然后一个一个在部署上去 那怎么去简化这个流程呢 那Double提供了一个命令 这个CTO也是在接下来会直接发布的 就这个命令 他可以一键的帮你在K8S体系下拉起左边的这些所有的组件 就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那他拉起来之后呢 这里会有把所有的像Double的命啊 像一些普罗密欧斯的一些组件都会帮你拉起来 那这里其实买一个点啊 就是这里的普罗密欧斯我们后面还会继续使用的 那下面的话就是整个Narcos的地址 ZK的地址其实都会直接提供到给你 那这也是同样的一个demo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执行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命令 然后本地把CoopedCTO的配置都配好了 那他就会自动的帮你把这些组件都创建起来 然后我们重新看一遍 就是从头的话就是Graphner啊 Narcos等等的一些配置 他都一个月帮你apply进去 像你只需要一键 就可以获取到这所有的Services的一个部署 那接下来就是整体的部署完之后 我下一步就是考虑怎么把我的应用部署上去了 就是刚才提到的四个应用 然后我先把环境开发好 把代码开发好 然后把环境部署处理好 之后我下一步就是要把它部署进去 那部署进去的话有几个重要的点 就是这也是capacity下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化 就是首先的话我需要让我的应用变得容器化 因为大家都知道 Kubernetes上你上面跑的都是镜像 那这个镜像怎么来呢 我需要去独立的打包 那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去进行一个无状态的部署 就是把这个镜像在capacity上给run起来 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整体生命周期的对齐 那这里一个一个来 就是首先的话就是应用容器 应用容器化 那应用容器化呢 我们众所做的就是我们现在要把我的应用变得容器化 我需要做几个事情 首先的话需要建一个lock file 然后引入一个jdk的包 然后把我的一些启动的命令 启动一些脚本给它拉进去 然后我还要去写一个java的编译的脚本 然后把把java的编译的照包结果给它拉进去的 这一切都非常复杂 那怎么更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可以用一下这个jiv的这个插件 这个插件呢 它其实是一个maven的plugin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maven的一个标签 我只需要把这些配进去 然后指定成我的image 这一切就足够了 可以看到这里 我只需要把我的paw里面添加对应的一个配置相依赖 然后一键的通过这个maven的一个编译的模式 那它就可以在maven打包的过程中 帮你构建完镜像 然后直接推送到远端仓库 这一切都只需要这一个命令就可以完成 而且一次性配置之后 你未来所有的镜像的更新 你都可以自动化的去做 不需要再去写那么繁琐的一个dog file 这其实对我们快速开发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嘛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命令 那当我们把镜像打出来之后 其实镜像打出来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怎么让这个镜像run起来 那run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去基于k8s的一个deployment的一个模式 就是这是一个简单的deployment 然后它是从k8s上面官网直接拉下来的 拉下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指定对应的一些应用名啊 然后它的镜像的信息 那这一个其实是k8s下其实没法绕过的 现在就说它需要去配置这样的一个demo 当然会有一些云场上的平台会提供一个可视化的界面给你 但它的底层就是去配置这样的一个yaml 其实都ok 然后这里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这里把deployment配置完之后 然后我指定了我刚才的一个镜像 然后同时我声明了一个service 这个service其实非常重要 就是我后面作为我frontend应用注口的一个配置 现在它是一个ingress的网关 那可以看到这里apply这个镜像之后 apply这个镜像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在k8s上把这个环境都run起来 那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我引住一个curl的一个容器 现在说我在k8s下再起了另外一个容器 同样的我们可以用刚才的curl的命令 去访问我这个新部署好的容器节点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它返回了hello world这样的一个数据信息 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deployment的一个部署 我可以在k8s上把我的容器run起来 同时它可以对外提供服务 它对外提供的服务呢 我可以通过在下面的一个curl的命令 去进行是调用 它都是没问题的 这都是前面我们一步一步 从triple协议的选行 然后再到后面的一个部署 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 那整体部署上了之后 它其实还会涉及到另外一个点 就是我们k8s上 我们其实大家都会多pod去部署嘛 但我们多个pod去部署之后 我们会涉及到分批的行为 就如果我现在分了两批 我第一批两台机器第二批一台机器 那我们希望是我的业务是不中断的 那如何执行不中断的 我们就需要让k8s帮我们去分批去处理 所以它需要让k8s感知到 我的应用单前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启动完的 比如说我现在第一批已经发布完之后 因为k8s只知道我的进程起来了嘛 我需要让k8s知道我是不是已经stop up了 这里是第一个节点就是它需要先去知道它是否启动 然后接下来是是否ready 然后以及最后的一个是否存活 那这一切其实是k8s提供的一个流程啊 那怎么去和double这样的一个流程去匹配上呢 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一些proved信息 这是double原生提供的 在我们的一个五个短口上面 我们对外就会去发布这样的一个double的状态信息 可以让你跟k8s的生命周期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对齐 那我先下面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例子的话 我在整个应用启动的时候 这里去sleep了20秒 然后去配置的对应的一个proved信息 那我们简单推测一下 就是我在前面设置了等到20秒之后呢 我的应用肯定是要超过20秒才能起来嘛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我这里刚才因为修改了代码嘛 所以这里需要重新编译一下 这是重新编译的一个过程 然后也是用maven那个jib的编译职业推上去 然后接下来就是把我的deployment给apply进去 那apply进去之后 我可以看到我的pod现在的状态全是not ready的 他都是not ready都是零的状态 那为什么会是零呢 就是前面刚才sleep了20秒 所以double这个时候还没启动完 就像这里sleep了20秒 所以他没启动完 这里都是not ready的状态 那我们等一下他待会这里会变成一个ready的状态 因为这个sleep阶段过了 这里会变成e 然后他全部都变成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对这里就是一个整个神秘周期对齐的过程 相当于说我们可以让他的状态变成health之后 然后我再去进行个分批 像说k8s就知道你的应用什么时候启动成功了 什么时候启动失败了 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调度 然后接下来就是整个部署上去之后啊 就我们还会涉及到整个应用的可观测嘛 因为我们的应用可能部署非常多节点 然后我说一个一个感知它的应用的一个状态 会去涉及到一个可观测的一个体系 那可观测体系刚才前面有一个讲述已经大致讲到了 就是我们会包括像matrix这样的一个体系 或者还有包括像tracing这样的一个体系 那matrix体系的话其实是包括几个指标 其实前面也提到过像谷歌SRE的四个环境指标 像延迟啊像流量啊等等这些指标 那对应到double的话其实会提供像qps像rt等等这样的一些指标 它其实都是在这样体系下的一个matrix的一个最佳实践嘛 那其实前面提到了在部署整个初始化环境的时候 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起了一个普罗密尤斯的一个服务 那这里就有用了就是当我把普罗密尤斯环境部署完之后 这里只需要去配置几行简单的一个matrix采集信息 那这样配置完之后普罗密尤斯就会帮你在你的节点上面去采集到 刚才说了很多的matrix信息 其实像qps像rt它都一切基于这样的一个指标 它都会帮你去采集到 然后得到右边这样的一个panel的信息 这个panel也是double官方提供的 可以直接看到double的一些状态信息 那这里是一个演示的例子 就我们在前面的deployment的一个例子上 加上这样的一个matrix的采集信息 然后我们把它apply进去之后 我们可以用整个graph拿去引导出过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例子 这时候跑了一段时间 然后它会有对应的一个流量信息 比如说qps信息 然后rt信息 然后所有的服务应用信息 这里都会有 然后它的成功率等等 它都可以在这个页面上直接展示 那得到这个指标之后 其实还可以做一些事情 就是去做alarm 就是去做一个告警 比如说我现在的qps非常 从100突然跌到了0 或者是成功率突然跌了很多 那这种其实我们需要去警示知道说 当天会发生什么问题 那我们可以基于像整个project的采集 然后去做一个主动的推送 它都是一个告警的一个过程 那接下来就是整个tracing 那tracing这里的话 我主要是会讲包括像内置的tracing 然后agent接入等等这些方案 就是目前主流的像一些go语言 像其他语言 其实大家都会用sdk内去比如说依赖一个open telemetry 去做一个tracing 因为go体力下 其实本身现在的一个agent的注入也不太往上 那double本身也提供了像tracing的一个 默认tracing的一个能力支持 可以看到在这里的话 你只需要依赖整个dependency里面加上double的一个start 然后配置像 那你把tracing能力打开 然后开启一个指标的上报 那这个9411 这个是我们后端zipking的一个后端 这样这里也是一个例子 就是我只需要配置这些page 然后他把他数据报到zipking上面去 这里的dependency直接加上 同样的用刚才jiv的这样一个命令去进行个打包 然后把镜像推送上去 然后我们等待一下他把镜像推送上去 对 那推送的过程中其实看前面提到了 就是zipking这个组件也是在最前面 我们kbass初始化环境的时候也把你一起拉起了 所以这一切你都只需要在前面一次性部署的时候就可以拥有了 然后这里我们简单的执行一个curl的命令 因为我需要让我的环境有流量 那我把部署完之后用curl命令还是执行下我们的一个获取 这个其实已经把后端开发完了 他返回了一个真实的结果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去zipking上面看到能不能找到这条trace 这是把9411映射过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curl一下 这里就会有对应的一个指标信息 然后整个全链路的一个调用信息 这里都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接入的一个流程 前来又说你只需要把前面的dependency加上 然后把你的上报的配置加上 那这一切导播都会帮你在后面去完成 然后去上报 然后你就只需要看到对应的结果 你就可以知道全链路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除此之外就是可以基于agent的方式 就如果我们基于KPS部署的话 那我们接入一个agent的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就你可以基于一个init connector 然后把整个java的一个配置箱信息直接注入进去 那这样的话这一切都apply进去之后呢 skywalking上面就可以看到对应的一个全链路的信息 因为跟前面是类似的 这里就不再追溯说它的一个demo的一个工程了 对那对于整个可观测来说 其实我们前面提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KPS信息 通过metrics去看到 然后通过tracing也可以看到我们全链路的一个访问的信息 那这里其实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 就是我们要先去把做服务的观测 然后基于服务的观测 可以去更好的去排查整体的问题 就是第一时间知道应用挂没挂 就比如说半夜两点 然后它的可用率跌零了 这个时候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自动化机制 去告诉你说这个应用出了问题 然后快速的进行一个恢复 那这里的恢复的话 快速恢复其实你可以去使用到 比如说回滚 像流量隔离等等一些方案 它都OK 它都可以去执行一个快速的恢复 那基于这样的一个快速 从观测到排查到快速恢复 这样的一个链条 可以去构建整个生产环境下的一个安全稳定的体系 其实所以整个可观测 可观测来说 我们观测完之后的目标 其实就是为了我的整个应用的一个稳定 那最后的一个部分其实是怎么在K8S底下管理我的微服的应用 那K8S底下我们K8S带来的一个容器编排的一个收益 其实是包括像整个快速扩收容 我可以很快的基于K8S从一个POD变成N多个POD 这都你只需要改一个简单的配置就可以完成了 因为K8S它是基于整个image的一个部署的一个流程 就是你的镜下打包出来之后 你的环境就是固定的 你只需要去横向的扩容就行 那横向的快速扩容 其实也会涉及到几个瓶颈的点 就是我需要让我的应用能够快速扩容 比如说我的应用起起来就要几十分钟 那这种你即使快速扩容 等你扩容完之后你的业务峰值也过去了 所以这里就会引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 就是native image 基于native image情况下 我们可以去很好的实现整个serveless的一个横向的扩容 相当于说我如果可以实现毫秒级的一个启动的话 那我可以在流量来的波峰的话 那我直接让我的POD横向扩容好几倍 然后当它的流量下去的时候就直接下掉 这样的话去实现我整个成本的一个压缩 然后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怎么去知道我什么时候要扩容 其实刚才提到了就波峰 我怎么知道有波峰呢 这就需要基于我们整个matrix的观测 基于一些历史数据的一些分析 我可以知道我在某个时间点会有多少的流量 然后我可以去体现了扩容 或者是我做一个自动化的扩容都没问题 这一切其实都是需要基于matrix去做到的 那第二个部分是整个admin的治理 其实前面前面一个议题也提到了 就admin上面这里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比如说我的ratings上面 出了一些问题我需要把它故障给摘除掉 然后返回一个moke的结果 那这一切你只需要在admin上面去配置一个降级规则 然后它就会去进行一个返回 所以这就是一个admin的一个使用流程 这里也不再展开了 就是admin上面我们的一些功能 然后像刚才提到了我们也在做购版本的一个重购 这一些能力的话后面也都会在有更好的一个建设吧 然后这是double本身的一个治理的一个能力啊 那除此之外呢 像面向我们Eastle的service match的体系 其实我们前面协议选行的时候 选了triple协议 它完全是based onhttp标准的 所以因此我们使用上Eastle的整个体系之后 这个图题就是Eastle原生的 像刚才前面提到的整个product page 这些组件它原来的一个样子 那在Eastle一下你只需要挂上sada card 它就会帮你去做流量治理嘛 那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你的协议一定是让Eastle可见的 你比如说你原来用的是double2的一个double的协议的话 那它是一个私有的tcp协议 对于Eastle来说 它其实很难去分辨你的一个协议的内容了 那你如果用上了triple协议的话 我们可以基于http要准 那你就可以去知道说你的head里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去做一个流量的转发 所以它是完全拥抱Mesh的体系的 去支持我们Eastle的所有的具体能力都是ok的 对然后我今天的一个分享差不多这些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那个可观信息里面不是有三部分的数据吗 Mesh, Tracing, and Login 前后的话 它就是这些数据暴露的时候是用几个出口 是用一个出口吗还是几个出口 另外一个问题是它这个东西这么多的数据的采集 包括传送对本身div的性能力的影响 ok我直接直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就总结一下就是第一个问题 应该就是这三个它的一个采集的方式 然后就是性能的影响对吧 那采集的方式的话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每个细分领域都有成熟的组件去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Metrics的领域 我们会用Planos去帮我采集一些Metrics的信息 然后Tracing的话会有对应的 因为Tracing它本身是一个需要你去全天路采集 然后全天路分析的一个组件 所以像现在的Skywalking像ZipKing 然后用的OpenTelemetry 大家都是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像Login的话更多的是像我们在机器上去弄Logtail 或者其他的ELK的组件 对它在本地上采集就要去推送的 那这几个组件的话对于Double来说的话就是Metrics 是我内置的 就是我在执行的流程中我就会去做好买点 比如说我执行了一个调用之后 我就会在内部去内置采集这样的一个Metrics的信息 然后Tracing的话其实是我在我这个节点上面去留存 我当前的一个调用的信息调用链 然后需要依赖全局的Tracing 那个TraceID的一个观察的机制 那Login的话就是我打出来 然后被采集就行了 所以这几个对于Double的性能影响的话 其实Metrics我们在压极限性能的情况下 它确实是会有影响的 因为你在主流程上面会有对应的一些影响 但这个影响对于Double来说 其实是当你当机压到类似10万QPS的时候 它会给你带来20%的影响 或者30%的影响 但其实我们很多场景底下 你是很难压到10万QPS的 你本身后端的服务 比如说DB 它就扛不起这10万QPS的一个性能影响 所以本身这个损耗对我们强规业务来说 它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一切的采集 我们就算是我们在框架内帮你做好之后 你就可以做全局的一个分析 然后去因为我们其实权衡它肯定会有性能的损耗 但是我们的收益其实也是够高的 所以我们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了 您好 您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 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们做监控的话 其实肯定是强依赖于我们metrics 就是成功上报的一个前提 然后所以说就是我想了解一下 我们这边有没有就是比如说 就以metrics为例吧 那两个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比如说那个没有上报成功 然后会不会去做一些监控或者说容灾 或者说就是一些机制 然后来保证就是说我们这些数据是能够 一定能够上报上去的 然后这样才是我们后续业务 就比如说它就做一些监控或者说一些处理的前提 然后就我想知道这个是我们Double这边有去做的 还是说像您刚才有提到的一些比较成熟的工具 他们来去保证或者实现这个机制 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就是Double只能做我metrics自身的采集 就是我能对外暴露接口 就它起了两个模式 这Promicius两个模式 一个是推一个是拉 那我们常见的模式底下的话 像Double这种长时间运行的进程 我们都是使用拉的模式的 就不会去主动推送给Promicius 因为它的压力会直接打垮Promicius 那我们可以服务一些其他的方式去实现 你刚才提到的目标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在线实力数的 这个实力数其实是跟你的deployment的数是直接绑定的 包括说其他一些信息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指标 你可以看到说当你整体发现这个pod 本身就没上报的时候 它本身就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这个Promicius本身的高可用 那这个就是Promicius本身高可用的方式去处理的 比如说Promicius都挂了 那meshes肯定都没了嘛 是这样的一个流程过来的 然后如果是Double本身没有图数据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通过Double的一些指标 发现这个数据缺失了 那就直接告紧就行了 想了解一下 就是现在那有没有一些 就比如说自动的一些机制 比如说你发现对应的一个实力的Double 它就是出现了问题 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 就是也上语能吧 就比如说把它给让它重启 或者说把它给干掉这种机制 这个其实是涉及到在前面的这个点 就是这里 就这些指标它其实都是通过这个端口去包图出来的 你可以在这里去配置它的Libniz 然后如果这个Libniz失败的话 那它就会去自动的去重启 这就是K-Bus的生命周期 它会帮你去做这个事情 好 谢谢 我问一下就是咱们这块说的这个生命周期对齐这块 就是这个路径其实-6嘛 那这个可能是默认的这个路径 那我其实针对我自己的应用 我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逻辑 比如说我有特殊的逻辑 我去教育一些三方依赖 当它正常的时候 我才认为我这个POD 或者说我这个应用是成功启动的 它处于Running状态 我才让它加入我的 整个负载工具 那这块我们是 这块这个POD 是需要我自己重新定义一下 然后实现我去接口吗 还是 对 我大概知道就是就是你其实是期望等你的应用完成启动了 对吧 那这里有两个模式 一个就是Spring那边其实也提供了它的一个readiness的一个实现 那Double其实是Spring里面的一环 就是Spring启动成功了 Double一定启动成功 所以你可以去直接使用Spring的一个 Accurator的那个组件 这个是没问题的 同时Double这些metrics也都是会通过Spring的Accurator去对外暴露的 这些都是支持的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你是纯Double的应用 就我们假设不考虑Spring啊 那这个接口你可以直接用这个路径 然后Double也是提供一些扩展能力 让你去直接在上面去适配一些你自己自定义的一个状态信息 然后同时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这个ready的状态 它一定是在你的Spring启动的最后阶段了 就是那个contest refresh的那个状态了 就在这个状态上大家基本上都是要处理最后的一个状态信息了 就基本上你可以在这个事件之前 比如说像Application Listen的一些处理状态 或者Apply Priority Set这种状态 去处理完你的一个状态信息 那这个本身就是支持的 对所以看你的具体的一个使用的场景是怎么样的就OK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刚才也说过一个快速部署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这个Native Imagine就相比于我普通的这个镜像 它的启动速度大概会快多少 这个我回答一下就是刚才前面其实第一个一分成同学已经说了 就是它可以实现毫秒级的起动 就是和够元这种静态编译的程序是一样的 就毫秒级直接帮你把整个进程拉起来 然后也没有前面的预测环节 它上来就是最佳的最佳的处理状态 就扎瓦其实我们会知道会有C1 C2的编译 然后它会一段时间去预测 然后性能才会上来 那各种中间这样的连接的那个时间其实也没有了吗 比如说 那肯定还是要连的 这个网网 那应该是达我的数秒 那这个看你的网络情况 你如果是在本身的一个内网的环境下 这些其实耗不了多少时间的 更多的是你比如说你本身会用很多CPU的计算的逻辑 那这个是你CPU本身的计算能力 那总体来说会比你扎瓦本身的体重会快非常多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最后一样 最后 对就是到了第二眼 对有一个 您说那个SourceMesh 这个还是 不是最后一个 对就是这个 那您说的话就是你的Double的话 可以跟EtoSourceMesh结合是吗 还是这个只是拿那个 这个举个例子 就是我我想就不要问这个 如果举个例子的话就不再问了 就是如果你的Double的话能够嵌入 比如说Double的架构已经搭好了 那么你能够把SourceMesh这个架构直接下去 对就是你直接和标准的East的使用模式 直接塞下去就可以直接用了 对那我想有一个问题 咱们Double的话其实也在起 刚才你前面启动的时候也讲掉了 也想到了 如果你服务的话需要对外暴露的话 通过HTB那个请求报道的话 需要用East 还有给Service 来报道它的相关的HTB请求 对但服务之间调用的话 是通过你RBC协议已经调用的 对吧对吧 它是其实跟这个Eastle 就是Evoid这个模式 是不太一样的 Evoid的话是通过边车 就是前面的黑的Evoid这个组件 这个数据管控层 来进行那个协计调用的 所以说我不清楚 就是说咱们Double的话 如果引用这个Evoid的主件 就是把这个治理上进去 有什么好处 这里有我先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这里的Evoid去掉之后 这个是Eastle的Demo Eastle的Demo里面它是多语言跨语言的 它跨语言本身之间 它就会有直接的调用 并不是说我委托给Sataka再帮我调用 是说Sataka拦截了我的调用 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它是拦截的逻辑 Evoid在这里 它其实是做Iptable的模式 去拦截掉你本身 应该对外发送的网络请求 那可能是我理解也有个问题 就是我理解的话 就是咱们做Eastle的网络 服务间调用的话 其实它还是GP8S 上红那个Service的理论 来进行的原理 对 对它的那个服务间之间的 下红那个POD相关的 应该是通过类似的网络 路由来带你来走的 所以说咱们那个 我理解上Double的话 应该是在应用 就是Double咱们那个架构的话 应该是在它几个POD上面 去直接调用 对应的服务的应用的 它不会走上一层 但是如果这个的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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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一下那个意思 就是 想能在这个质体上 对Double提供哪些方面 我想 你也想表演一下这个 OK 就是我先简单回答一下 就是这个应用 你在一起的模式下 它其实比如说 product page 叫reviews 它是通过一个域名 就你刚才提到的 那个访问方式 那个域名 它是基于Service去做的 那在Double的体系下呢 我们有注册中心去承扎这样的能力 就比如说 其实我们注册中心 本身就是一个类似DNS的东西 就我会告诉这个product page 我会有多少个reviews的组件 那这个其实是由我们独立的一个 注册中心去直接实现的 就是而且现在注册中心很多是可以实现像 service和注册中心的一个传向同步的 我明白了 那也就是说您的注册中心那块 在我注册的时候 通过Evoid把那个IP端 就是服务service提供这个钱给刷新了是吗 在你真正的调用的时候 会刷新你的Double的客户端的路由转发那块是吗 不用 就是就是invoid的模式就是你照着照常调用 就是你还是调用到你的真实后端 我知道Evoid是支持咱们那个JRBC协议的 对然后比如说我现在要让它 比如说我现在有三个后端 然后我需要让它的流量从3到1的话 你还是调到3 然后invoid会帮你拦截到这个流量去到1 所以这个是invoid给你带来的一个增值的能力 就是 我知道 这我也清楚 就是咱们Double在注册的时候 你注册到你的注册中心ZK或者Nikos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通过这一层Evoid那层 把IP给改了 实际上看不到我下层POD的IP地址 没有 还是走了原始的POD 原始POD的话 那你在拉取在节点在拉取下边的 就是你说注册中心那个接口服务的时候 那么你的 按照正常来说的话 咱们Double的话 掉了扣端的话 实际直接把扣端做一层路有转发的 对吧 对 那如果有转发的关系IP地址的话 是直掉的呢 还是走的那个invoid 如果走invoid的话 它那个 直接掉的 就你走域名也是可以的 就是现在也是支持域名也是支持你直接掉的 这两种都可以 但你域名的话 咱们在 也就是说在你的XML里的配置的话 咱们目前配置是serum的名称吧 那块的话可以指定IP是吧 可以指定的域名 都可以 都可以 可以改一下 对现在它都是支持了 哦现在支持是吧 对 所以 所以这有几种模式 应该刚才你们俩我听的都聊明白了 这有问题 就是那点我没关注到 对 首先有几个选择问题 就是首先你要确定说 你是不是你的服务就是Copeland service 这个是一个大的前提 比如说你的服务就用Copeland service 来当代替以前Double的service了 这是一个大前提 比如说你不用Copeland service 你用以前Double老了自己的service 来往中心注册 这就是另一种模式 因为当开始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就一点 这个开始前面问的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路由标签 还有那个全链路追踪那块 就是如果要是指定IP的话 就很难实现 我觉得但不一定 因为大家都是进步大牛 就是如果要用Copeland service 上一层的那个service那层来走的话 加上Eto这个协议的话 它有这块的路由的一些的版本号的管控 那么我们再做就是再走的话 应该使Double协议的话应该是很方便的 这块 我理解那块可能和刚才那个选行 可能能力上没什么差异 比如说你设想 你即使 反正你的那个标签 是打在deployment 之上 对 在deployment 可以对应到标准的Government service 也可以对应到你原来的Double的应用 这个都不矛盾 对不对 因为Double的服务 也可以读到你 的标签 对吧 Government service 你可以在那个标签 所以呢 只要你能读到那个标签 你到底是要用Eto的那个智力 还是用Double的那个智力 流量层面就是没什么区别的 其实我 就有一个业务上的需求 主要是 就是 因为有部分加工 那是 这是 一段时间 电商 你们 听 我们 怎么 想 感谢观看